接下来我要给你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学习总是比别人慢 这个问题啊 大概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背景的因素 每个人的学习的背景 生长的家庭 还有擅长的科目等等 从小到大的一些兴趣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的学习的状态也都不一样 有可能是先天的条件不一样 这也是促成每个人学习能力的不同 第二个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认识你自己的学习风格 听说读写你是哪一种 越早找到你自己合适的学习风格 你就可以依照这个学习风格 进行你的学习 让你的效果呢更加倍 例如像我本身 我是比较适合用听的跟用说的 这两种方式来做学习 我比较不擅长用读的跟用写的 来做深度的学习 第三个 我们在选国考考试科目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选录取率高的 你还要加上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你对这个科目你有多少的兴趣 如果一个考课当中 有越多的科目是你有兴趣的 你的动机 你的兴趣也会促成你的学习效率跟速度 伟大的球员呢 他们唯一的秘诀就是每天不断的练习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 但是却很不容易做到 要每天坚持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每天练习 但要做却不是那么容易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除了先天的因素之外 也有你后天环境的因素 如果你想要学习好某一个技能 如果你可以投入到那个学习小组去 你当然你学习的效率就会比较高 如果你要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 那你就要打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读书 例如说你要在图书馆 比较能够专注 你就应该要去图书馆 利用环境去建立你的学习状态 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常发生 但是也最常忽略的 就是情绪跟心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情绪常常是不稳定的状态 就越难专注 这个专注跟情绪有必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情绪控制稳定 时常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你在专注的这个部分上就不会太差 只要能够专注 你的学习能力就会变强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 要找我做进一步的学习 得了解 请你参看这个表格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